李女士这套房子在杭州拱树天阳美陵湾115平米 她和杭州汇集一家公司签了托管合同 从2023年4月3号到2025年4月2号 月租金5000元继付 托管费5000元 李女士说 今年4月份开始 对方提出要改付租金的方式 说今年的那个出租的行情不好 要求我本来是按照嫉妒付的嘛 就要求我按照岳父 那我想了一下 也体谅他们一下 就那岳父就岳父吧 李女士表示 打款时间没变 依然是每月26号付下个月租金 但总要她三番五次去催 聊天记录中 4月30号她提醒 今天要打房租了 备注为阿阳的业务员回复 已付 7月27号她又提醒过一次 阿阳说是跟财务讲过了 9月底本来应该付房租的 后面她不是说国庆放假吗 她说他们要到10月5号才开始上班 要10月5号以后才付 到了5号我在跟她联系 她就是说他们公司要求免租半个月 这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这到现在房租都还没打给我 因为她已经遇期了嘛 遇期了合同就作废 作废我就是反正要收回我的房子 你跟她提过这个事情吗 我跟她提过的 就叫我去那个诉讼 托管协议第10条约定 以方汇集一家公司 未约定化付租金打5天以上的 甲方李女士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李女士认为她有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但不想为难租客 最好能跟中介协商解决 她带记者来到拱树万达广场地座 找到了中介的办公地点 李女士联系了业务员阿阳 对方让她放心 你今天下个月都要付房租了 你差多少 当时一分年不会差你呢 他这个房子有没有全部出租出去 租是租了 但是没有差价 我们亏本是租的 去年拿着跟今年的市场价格的费一样 那这也是公司的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现在不是跟他谈吗 按照现在市场行情嘛 这个房子现在购下去又是四千出头吧 四千出头 你愿意吗 不愿意的 我们连心没用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起步啊 怎么能没用呢 合同给你们公司签了 怎么没用呢 你先不讲 你先走谈那种 走什么牛城 有法院的 对 强制执行就好了 能欣赏他为什么走强制执行这个道路呢 打不通啊 现在 不认可 但事实上是你们违远了 你们看了没有 是违违 把违远 汇集一家的工作人表示 现在的状况涉及多方当事人 公司经营有困难 也没收到部分租客的房租 现场没能谈拢 李女士表示 如果实在不行 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如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